大家好,你好,。 大家好,我已經把連接上我的PPT、 大家好,晚上浪費了一些時間來跟我們做 我自己都覺得很抱歉,就是說我沒有很多的準備 但是我就想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對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建設的一些觀點 以及澳門中小微企有什麼發展的選擇 所以我今晚想跟大家交流的這個題目就是十四五規劃和大灣區的建設 這是我自己的一些觀點,可能非常不正確,希望大家能夠指正的 首先我們來看看十四五規劃的制定其實是它的背景,這個大背景是什麼呢?是世界性的巨變 這個巨變第一個我們看到就是整個資本主義的周期 其實這個美國周期就開始衰落的 那麼我們看到就是自從川普上台之後呢 美國作為一個世界秩序的主導者就變成一個破壞者 因為它那個經濟實力和整個政治實力 它已經無力支撐它作為一個周期的霸權的地位 所以就從2018年開始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巨變是加快了的 那麼所以一個失去秩序的世界和一個政治格局和經濟格局都失衡的一個局面產生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局面其實就是一個群雄競爭的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非常混亂的,一個混沌的世界開始 第二個我們看到就是去年的疫情大流行 這個疫情大流行其實很多人認為疫情就是一個公共危機來的 它幫其他人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疫情大流行其實就加劇了這個世界的混亂的局面 那麼真正的疫情大流行呢 其實它我自己覺得它預視著人類的生存環境是面對著危機的 這個危機其實就不單止威脅著人類本身 還有它最後會不會改變這個世界的那個經濟或者商貿易啊 或者是價值鏈的那個格局呢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很難預測的 那麼在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下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東西方的經濟和政治的兩大板塊呢 其實在變化著的 那麼這個變化就集中體現在中美的衝突上面 中美的衝突呢我們大家知道它是反映在三個方面的 就是一個貿易、一個科技、一個大國的貿易 那麼於是呢 正好像恆隆的董事長陳啟忠說的 就說兩頭大將在一個辦公室裡面打架 那麼其實那個全球的震盪呢就是非常之大了 那麼所以現在的格局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呢 它背後就是其實美國周期的衰退是有關的 那個全球的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對比發生變化有關 那麼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那麼所以我們自己得出結論 就是說在十四五個規劃期 我們面對著一個什麼世界呢 其實一個我自己覺得呢 就是好像俄羅斯坦 這個是西方的一個著名的學者 他寫了一本就是現代世界的那個體系 他那個體系裡面呢 他是總結了資本支援五百年的那個歷史 那麼他認為呢 一個霸權周期的結束呢 那個世界就會進入一個最危險的三十年 那麼所以我自己覺得呢 就如果說這個大背景 用一個結論來說呢 其實就是整個世界呢 進入一個混沌的時代呢 那麼世界的不確定性 不穩定性 不可預期性呢 就已經是出現的了 那麼這個就意味著 全球和各個國家的安全問題 就非常突顯出來的了 那麼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的觀點 是不是這樣呢 就是說 是不是這個三十年 美國的周期會結束呢 我覺得現在還未可以下結論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呢 美國本身呢 他本來作為一個 世界的提供這個 公共品的一個霸主的地位 這個已經是失落了的了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這個時期呢 是一個非常混沌的時期 那個結局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那麼現在呢 我就看到十四五規劃呢 其實就是這個這樣的時期 做出來的了 那麼因此呢 我們看到呢 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疫情的大流行呢 反過來又推進了世界的那個巨變 於是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 這兩個因素呢 其實是直接對中國的經濟 和對外貿易 我們說的就是 經濟的外循環呢 和其實同步的就是內循環 都有衝擊的 這個衝擊力是不可低估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具體來看到呢 其實是有兩個力量呢 把這個全球的那個產業鏈和價值鏈呢 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影響 一個就是中美的衝突呢 其實就是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縮鏈 那個鏈條為縮短的 縮短之後呢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去中國化會產生的 那麼這裡面我們 我就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日本 再一個就是美國的新政府 好像拜登政府上台呢 它有六大重點產業重新佈局的 那麼這個佈局的過程呢 其實我們看到呢 美國週期的一個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自由企業 它不是自由貿易 它跟英國的週期不一樣 英國週期是自由貿易 而美國週期是自由企業 為美國的企業 在全球的資本流動提供這個方便 這個是美國週期的特點 因此就造就了什麼呢 造就了現在的世界的貿易和經濟的格局呢 是以全球價值鏈為特點的 因此我們看到 全球的價值鏈 在中美的衝突裡面 它會縮鏈的 第二個呢 就是疫情的大流行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什麼呢 就是短鏈了 這個鏈條會變短的 這個就是說 價值鏈的版圖它會重組 我們看到整個產業鏈的安全 是超越成本的 因為我們以前看到 全球價值鏈它的佈局 全球佈局是以成本為主要的思考的 但是現在我們出現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疫情大流行出現的是什麼呢 安全超越成本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些國家的戰略性產業 以及公共衛生 醫療產業 這些本土化會出現 所以我們看到 另一個變化的方向就變短了 就是短鏈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就舉了兩個部分 給大家看到 就是打擊最大的 第一個就是 中國目前加入全球價值鏈的 最大的部分是什麼呢 就是基電產業 如果我們看我們的製造業 看我們的所有產業裡面 其實很多產業 我們自己可以自主運行 還有在國內可以有配套來做的了 但是最大的比重是什麼呢 就是說參與價值鏈的最大比重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基電產業 但是這個基電產業 按照國家商務部的分析 其實我們雖然說 我們這個產業是屬於高科技的產業 但是其實我們是價值鏈的中低斷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有一個表 這個就是2019年 商務部出的一個 就是對那個增加值的 就是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的 那個增加值的那個數字 我們看到就是說 在基電產業裡面 其實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對歐盟的出口 對日本的出口 對韓國的出口 都是在四成以上的 然後從這些國家的進口 也漸有非常大的比例 但是我們看到呢 就是價值鏈呢 我們看到每一次 美金拉動的增加值是多少呢 對美的出口只有五百多元的美金 但是呢 美國對你的出口呢 它增加的那個增加值呢 是九百到八百多美金的 所以這個表一列出來 這個是國家商務部 經過七算得出來的 那麼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全球價值鏈裡面的最大的部分 中國加入它的最大的部分 現在是基電產品 而基電產品呢 其實我們還是處於中低端 而中低端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這些產業鏈的那個控主是誰呢 其實是歐美的跨國公司 不是我們 就是那個控制的主人是歐美的公司 第二個我們看到呢 就是說 中美的貿易戰呢 其實反映的是 就是說 科技裡面 背後的是科技戰 而科技戰呢 是一個國家的 那個戰略性競爭的一個主要內容 那麼我們看到呢 我們其實 這一次就暴露了我們兩個短板的 一個就是這個高科技產業的斷工 這個我們不用說什麼 就舉華為的例子就知道了 華為由於美國對它的芯片的斷工 造成什麼呢 造成華為的Smartphone 在去年它在東莞的生產量是直線的下跌 我們看到呢 去年諸三角地區的GDP增長是多少呢 是2.4%的 我後面有個表給大家 但是 只有東莞是最低的 只有1.1% 這個就是一個斷工給你造成的 一個發展的受限 第二個呢 就是暴露我們科技創新的短板 什麼呢 我們缺乏自主性的創新 我不用舉太多例子 就舉剛剛公佈的2020全球創新指數裡面 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它不是以粵港澳大灣區來排位的 它是以 新鎮、香港和廣州的這個科技大 這個排位 這個在科技集群裡面呢 我們排全球是第二的 這個是絕對數 但是排到人均數來 計量呢 我們排全球的第五十七位 因為我們前面的前端的自主創新沒有了 因此就顯示著 就是說我們的自主創新 其實呢 是受制於法特國家 我們大部分是模仿複製的 那麼這個表呢 就是最近《科技日報》給出的最新的一個表 就是中美兩個創新力量的對比呢 其實已經暴露出我們的短板 就是你在價值鏈那裡被人斷工 然後你在科技創新那裡 你是缺了源頭的 那個源頭就是自主創新 而不是後面的應用啊 市場開發 這個我們很強 但是我們沒有了這個 基礎的這個部分 因此我們看到就是 中國受到的那個衝擊 應該是比較大的 但是我們最大的成功是什麼呢 我們成功控制了疫情 我們能夠順利的復工復產 這一點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差距 是變小了的 2020年 那麼 因此我自己 根據我剛剛說的背景 和那個 對中國的衝擊 我覺得呢 十四五規劃呢 很多人說 什麼六大目標啊 三個身啊 什麼什麼 來概括 但是我自己覺得 十四五規劃的制定 我們的戰略思考是什麼呢 就是如何達到安全發展 因此在十四五規劃裡面 我們看到的 它有兩個的戰略性思考 就是什麼呢 就是安全和發展 在十四五規劃裡面 我們有這兩段話 我已經引了出來 就是怎樣統籌發展和安全 怎樣防範和化解各種的風險 這個是不單止是中國 我覺得所有國家在這個最危險的30年 其實都面臨著安全發展的問題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的遠景 它就提出要以什麼來應對呢 就是一個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格局 以戰略的調整 進入第二個一百年的新發展階段 這個我們叫做三深 新發展階段 就是由新發展理念和新發展格局 新發展理念 我們有十個字來講的 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而創新是放在首位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定要通過科技創新 來解決供應鏈的穩定 以及卡位的部分 來保障供應鏈的安全 這個是首位的 在新發展理念裡面 而新發展格局 我們是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這個新發展格局 是以國內循環為主的 之所以以內循環為主 就是要把經濟發展 建基於自己內部的市場之上 我們有一個超大的國內市場 而保證自己整體經濟的安全 因此從十四五規劃的戰略思考來說 我覺得中國已經把安全和發展 放在一個非常突出的地位 因為為什麼 這個是關係到中國 對2035年或者未來30年的 這個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它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大灣區 其實大灣區的各個成員 其實都是面對著 在十四五規劃期 其實都是面對著 怎樣安全發展的挑戰 首先我們來看香港 香港我們不用說 從19年開始就動亂不止了 非常可惜的就是 美國其實把香港本來是一個國際資本 即是說跨國公司的資本 和中國的資本 相互交流的一個戰略緩衝地帶 現在變成什麼呢? 變成一個中美政治博弈的主戰場 這個完全跟那個緩衝地帶 是不可以跟別人異議的 所以你會看到香港出現的一系列問題 現在我們看到它是彰顯了什麼呢? 即是說直到去年中的香港國安發出台之後 才開始香港重回一個正軌 所以這個就是政治安全 國家的安全 其實是香港的安全發展的一個重要挑戰 但是我現在其實思考過 即是說 香港是失去了那個緩衝的地位 那麼它的經濟發展 未來有什麼隱憂呢? 我們現在很難說的 但是它的首要就是要穩定它自己的社會 而大灣區的內地 諸三角備區 我們看到就是 它本身就是全球生產網絡的一個重要的製造基地 所以供應鏈的穩定 防止供應鏈的斷工斷鏈 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供應鏈安全 經濟安全其實是中國內地 特別是大灣區內地 我們叫諸三角的一個最大的挑戰 那麼現在我們來看澳門 澳門我們覺得就是一國兩制 非常之落散 疫情又防控又很正確到位 但是很可惜的是 2020年的經濟總量是損失了一半以上 你如果跟整個三個地方去看 我們看到諸三角地區 從2019年開始下滑 到2020年我們是比全國多了0.1個百分點 全國是2.3% 我們是2.4% 當然東莞是一個非常之特殊的例子 它只有1.1% 而我們看香港在這樣的動亂下 它的增長是-6.1% 就是2020年 但如果我們看到澳門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世界歷史性的一個數字 就是負的百分之五十六點三 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已經知道了 就是我不說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你是一個旅遊 休閒旅遊的所在地 你是一個博彩一業獨大的地方 這個說了二十年 其實就是說 你的最大的風險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經濟結構的極化 因為我們知道 金融、貿易、購物 所有的經濟活動 現在我們都可以在網上和線上去進行 包括我們今天的會議 我們可以用Zoom在網上交流 但是旅遊是個人的現場體現的一種行為 這個不可以在線上進行的 但是如果賭博可以在線上進行 澳門就想得更厲害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澳門一直以來 面對的安全發展的最大挑戰 到現在為止 你說了二十幾年 你是沒有去解決的 我覺得香港是容易解決的 國安法出來 內地可以通過內循環來進行 但是澳門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澳門所有的人要思考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多元化我們談得太多了 但是到現在為止 澳門的多元化 經常會拿到什麼呢? 去橫琴解決 我不相信你在橫琴的 投資到橫琴的 那個經濟總量會加到澳門的 每年統計的增量裏面 這個我不相信 所以我覺得澳門的解決就是 你在城市功能裏面 你必須開拓 我們看國家十四五規劃 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 他提出是要支持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 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打造一帶一路的功能平台 實現經濟多元可持續發展 這個是國家的期望來的 因此我覺得澳門你要提升競爭優勢 和城市功能 你要在城市功能裏面 你不能仍是一業獨大 可能有人認為我們不是一業獨大 我給你一條數 我看過你的數 2013年博彩業在整個GDP裏面 佔了58% 但是經過幾年的下跌 到2019年博彩業重新登上51%的高位 所以你搞來搞去 調整來調整去 你都沒有把這件事做清楚 所以我覺得 到現在為止 我們說 國家說大灣區要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但是你看全球的創新指數裡面 那個科技的物質 那個體 別人列出來的是誰呢 深圳、香港、廣州 根本就沒有在澳門 但是大灣區的科學裡面 他說這個科技帶是包括澳門的 我不知道澳門做到什麼 他可以進入這個科技中心 所以我覺得一定 就要有兩個方面去提升 一個就是要把科技中心 因為我們的新發展理念 首位的就是創新 所以你要把科技創新 作為未來發展的動力園 要培育本土的科技創新 要數 你才可以說實現大灣區的規劃裡面 共建大灣區科技 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否則這個是空的 人家永遠都是什麼呢 永遠都是 新鎮、香港、廣州 當然廣州和新鎮之間還有一個東莞 因為它是4500萬人 因為你看全球創新指數裡面 人口是4500萬人 你就知道它是白東莞都放在裡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你要建設一個功能性的平台 這個功能性平台是 面向國內外溝通內地和浦語國家 一帶一路的功能性平台 這兩個方面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我們中小企可以選擇的方面 第一個方面就是 澳門作為大灣區增長極之一 你的首要提言是什麼呢 你就要發展知識集團的城市 因為在大灣區的規劃光義裡面 我們有四個增長極的 其中澳門是其中之一個增長極 但我不明白這個增長極 怎樣作為增長極 到現在為止 我看不到它帶動的增長的動力 如果你真的要成為 你就要發展知識集團的城市 為什麼 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 如果你的城市沒有知識集團的話 你的城市要降級的 你只要看一下 就是我們看到的 就是說 全球的那個城市的崛起 還有 歐美的鐵壽地帶的那些城市 為什麼它是鐵壽地帶 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要升級 一定是要知識密集的 澳門現在它有一個條件 就是它多年投資建設有很多的大學 它已經成為澳門知識集團的一個科技基礎設施 以及中小微企創業的基礎 因為我們知道 以大學研發為終身產生的創業企業 創業企業或者我們叫做初創企業 其實全部都是中小微企 它的形態就是中小微企 這個研發活動一定是發生在大學周邊發生的 我們不用舉太多的例子 大家知道現在的疫苗裡面 一個最先進的就是生物科技的疫苗 就是信史基因的疫苗 這個疫苗就是輝瑞的 再一個就是波士頓的莫德納 莫德納的疫苗 它的產生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產生在Yopeng的 就是這間大學 試製出來的一個專利 在波士頓的一個非常小的初創企業 它自己就叫做莫德納 它把這個作為一個疫苗研發出來 所以現在它是作為美國和歐洲 它們認可的一個疫苗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中小微企 其實就是圍繞著大學產生的 所以我覺得澳門政府就應該在這裡做工作 我們現在有大學 但是我們和香港和深圳和廣州 比起來我們沒有什麼呢? 我們沒有科技餘 我們沒有由大學組成的各種各樣的園區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做這件事 要投資這裡 同時我覺得 在本土中小微的創業活動的過程中 如果我們能夠逐步培育 產生澳門本土的大型科技企業 那你才可以徹底擺脫一道到達 這是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就是澳門的門戶功能 這個是城市功能的又一個拓展 我們經常說是什麼呢? 澳門要做和中國同袍與國家的一個平台 什麼什麼 但是有沒有人研究什麼叫做平台? 平台功能是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門戶功能 所謂的你一個城市的門戶和平台的功能 它依靠什麼呢? 依靠大量的跨境的企業進來 進來在這個地方你可以提供大量的專業服務 你這個才叫做門戶或平台 你要查一下城市功能裡面的門戶功能是什麼 你就應該知道為什麼澳門一直沒有這個門戶功能 我們看到澳門證券交易所的成立 其實澳門是有條件做離岸金融的 但是一直以來你是沒有做的 這個成立我覺得是填補了門戶功能 可以形成的一個空白 因為所有的專業服務 它會圍繞著金融、保險、會計、資訊、法律 來集聚的 那這個裡面 金融業是一個非常大的吸引專業服務的一個部分 因此我覺得 你真正要成為一個門戶 成為一個平台 你就一定有專業服務業的抹襲 如果你沒有這個專業服務業的物質 我相信 就算是浦語國家的企業 跨國企業入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企業入浦語國家 它都不會經過你澳門 因為我在澳門 經過澳門我得到什麼呢? 有什麼服務給我利用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你澳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高度專業化的服務業的發展 它是以中小企為主要的形態 所以我們看到服務業它依靠的專業人才 而不是企業的規模 這一點我們覺得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所以我希望這兩個部分 增加澳門的城市功能是非常重要的 特別是澳門的城市要升級 你停留在現在 你是降級的 你不是升級的 你那條路徑是看不到的 我現在談到就是我自己的體會 最後因為時間關係我可能講得太多了 我自己講就是 在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戰略的時候 對澳門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機遇 所以澳門要培養和推動自己的城市新功能的形成 就必須投資澳門本土的核心資產 要搞清楚什麼是你的核心資產 什麼是可以提升你競爭力的那個部分 那個要素是什麼 這個我覺得是要大家很清醒的 第二個就是 如果講到澳門本土的全量資本 其實就是澳門的中小微企 我覺得就是說 中小微企如何從活著到有活力 這個是非常重要 和澳門的發展戰略息息相關的 所以在這裡我就想引到李克強總理 在去年的兩會和今年的兩會談到的一句話 他在去年的兩會那裡 他就說要保留住我們的市場主體 他那時候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特別是中小微企的市場主體 他說了一句話就是留住青山 因為中國有一句話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無茶燒 所以去年李克強總理說的就是我們要留住青山 但是今年的兩會呢? 李克強總理談到怎樣保住我們的中小企業的時候 他談到了一句話就是青山長在 青山長在一定是留住青山就是你要活著 青山長在就是要有活力 所以我覺得澳門的發展戰略 一定要重新的檢視和檢討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非常簡單又粗淺的認識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跟大家做個分享 然後希望大家指正 多謝大家